Hello,Hi,大家好,我們又見面了,你一見我就發了 是啊,很多人都問我,他們說,喂,師傅,其實清炳節來說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去娛樂,去唱卡拉OK,或者慶祝生日之類的東西 尤其是娛樂性的東西,看電影都不可以,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呢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根據的 清炳節還是清炳節,我們人生的娛樂是可以娛樂的,是沒有禁忌的 所以這些禁忌,你們不要太過迷信,你們明白嗎 你們可以去娛樂,可以去慶祝生日,只是做些番禮而已 那麼娛樂的東西,是任何人都可以的,任何宗教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清炳時節來說,做什麼娛樂,什麼舉辦宴會都是可以 但是呢,如果用宴會來說,吃飯是沒有什麼所謂 你說擺酒來說,結婚那些,那些就是選時間,選日子,選時辰的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,清炳禁忌是可以去娛樂性的 明白嗎?帶小朋友去那些帥哥那裡去玩,遊水那些東西,要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,可以帶小朋友去動物園,或者商場,去購物,什麼都可以的 希望大家明白,好,我不說那麼多了,記得不要太迷信了,拜拜 OK 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